Hello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小猪价美食 今天来做一道鲜虾滚豆腐 先把虾处理一下 去头 剥出虾仁 留住尾巴 把虾开背 顺便就虾线就给取出来了 开到尾巴留一节壳的地方就可以了 虾仁清洗一下 虾仁已经处理干净 割一边备用 现在准备先配菜 豆腐切成四方块就可以了 准备一些提前剁好的落末 现在准备点辅料 刷切片 葱切葱段 葱叶出锅备用 切整葱花 将切丝 丝菜全部准备好以后 准备一个炒锅就可以开始制作 锅烧热后加点油 把肉末炒至微微发火 再来一勺豆瓣酱 再把准备好的葱姜蒜下锅 煸出香味 加入开水 烧开以后再把豆腐加进去 加点生抽 加一点胡椒粉去腥 加一点点老抽 上个色 这不需要盖盖子 滚上两到三分钟 再把鲜虾炸进去 用大火把汁稍微酥的稍微干一点 勾一点薄薄的芡汁 淋上一点香油 撒下一把葱花 即可关火出锅 好了 今天一道鲜虾滚豆腐就完成了 如果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 请点关注和转发